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來講網站的銷售業要怎麼製作 那網站銷售業就是決定了客戶如何付款的方式 所以銷售業非常重要 你沒有做銷售業 那這個網站基本上你就沒有辦法在網路上販售產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我的網站首頁 那這邊有個網路懶人包系列課程 點進懶人包系列課程 裡頭有網路行銷懶人包就是我目前在發售的課程 那裡面有七大課程 包含網站架設入門 這是一門課 然後還有會員機制 這是第二門課 那我把它擺在同一個目錄裡面 那入門的臉書廣告教學 這是一門課程 然後收集名單跟跟進客戶的工具之一 這是台灣人發明的軟體 然後收集客戶名單工具之二 這是國外的人發明的軟體 然後LINE AT火紅行銷課程 這是LINE AT的課程 然後打造線上的收款系統 這個就是必須跟銷售業整合在一塊的 那這是一門課程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 總共七門課程 那之前只有四門課程 後來又增加三門紅利課程 所以就變成七門課程 那價格其實也沒有調漲 是因為之前的優惠 然後慢慢恢復原價 但是其實都還沒有調漲過 那詳細內容點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一頁 這一頁有五十一分鐘的教學影片 那五十一分鐘的教學影片看完之後 你還可以看關於流奶爸 你點擊關於流奶爸 你可以看到我過去的所有經歷 曾經上過廣播節目去分享網路行銷的創業方式 還有影音系統的平台 自動回復系統怎麼去運作 那以前去過的公家機關 我曾經利用網路創業去販售 那個網路郵件伺服器 跟駕站軟體伺服器等等 然後去參加過的演講 還有我的社團 這是華人獎師聯盟 我在這邊 那時候去演講 經營獎師網路發射台 讓影響力無遠佛界 這個是高林峰的高大哥 然後這是林友田博士 等等 這一頁是我之前的經歷 去這邊是帳號師公所去講課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你照這一頁來 這個是介紹頁 那介紹頁之後 這邊有個我要取得最低優惠價 因為一般看完介紹頁之後 客戶他會產生興趣 就是 那這個課程我應該怎麼購買呢 那這邊有個技術器 就是 只要有一個人進入這個網頁 這個技術器就會加一 所以為什麼越早買的人 他會買到越便宜的價格 就是因為這個技術器 會一直跑 那但是呢 我要取得最低優惠價 你點進去之後啊 價格不一定 就是這個技術器的價格 一般都會比這個技術器更便宜 那點進去呢 你會看到 目前呢 我提供一個方案 就是 兩萬九千八百塊 再加購 再加預購的 預購 因為這是明年 會發售的影片 新銷課程嘛 這是兩萬五千塊 等於五萬四千八百塊 但是呢 我只賣三萬八千塊 還沒開始賣齁 是在十月二十號開始銷售 然後一直到二十二十四號的晚上 二十四號的晚上十二點 所以總共就是五天的時間 然後呢 你只要一天花四十二塊錢 就可以 少喝一杯咖啡改變你的一生 三萬八千塊分三十幾零利率 所以呢 一天平均只要四十二塊錢 分三十幾是讓大家沒有負擔啊 你現在看一天 你少喝一杯咖啡 或者是 有的人有抽菸習慣齁 你少抽一包鹽吧 那或者是半包鹽吧 你就可以省下四十二塊錢 可以改變你的一生 因為你學會這個技巧 學會這個一技之長 那你這輩子就 老實講不愁吃穿啊 你就可以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在網路上去販售課程 為什麼 因為影片行銷嗎 那我剛剛你是不是有看到一段影片 如果你會做這樣的影片的話 那你就可以跟我一樣齁 去販售你的專長 把你的專長轉化成專業知識 那我今天要教你的就是 這樣的畫面應該怎麼製作齁 譬如說點進去 這是一個銷售頁 那這個銷售頁呢 我在後台這邊就有 直接做給你看齁 那這個架章軟體 我真的 我在教學裡面有教齁 很簡單 像這個文字啊 我就只要在這邊輸入文字就好了 然後這是一張圖片 我先把這張圖片砍掉就知道 然後這也是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是GIF的動畫圖片齁 那你只要去網路上搜尋GIF動畫圖片就會找到箭頭 然後這邊呢是文字區塊嘛 那我剛剛那張圖片刪掉了 我再把它拉進來一次 拉進來一次 然後拉到藍線 放開 藍線就是 你這個元件要放在哪裡的意思 放開 然後這張圖跑到左邊去了 我們再把它自重一下好 好 然後剛剛這張圖啊 我就點一下這張圖 然後按上傳照片 然後選擇那張照片 好這張 然後按開啟就好了 這張圖片就是上傳了 然後上傳在這邊齁 那這張圖片怎麼來的呢 這張圖片是我在Photoshop裡面做的齁 你看 Photoshop裡面就 做一張圖片 然後就把它按 檔案 儲存為網頁用 然後選擇 PNG或者是 GRF 或者是 JPG齁都可以 那你就把它做存檔動作 那因為我有透明度嘛 你看這邊角角有 有這個透明度 透明度就是 我旁邊這邊是弧邊 弧形的嘛 弧形的 不是四方 不是正四方形齁 所以 我另存新檔之後 這張圖片 你看這邊是圓角的 圓角的 然後我就 按照剛剛的程序 把這個圖片插進去 圖片就出來了 好 那這個基礎器呢 這基礎器是插入一段HTML 這個我們在教學裡面 會去提到 去哪邊找一個基礎器插進去 然後 然後 重點是 底下 這邊 我也有插入圖片 我有插入圖片 那 我們今天主要就講說 這個圖片的插入的方式 就是我剛剛示範的 你就把它拉過來 然後就 點擊上傳 就出來了 然後這次的分期呢 有分24期跟34期的零利率啊 那 凱基可以分24期的信用卡 然後其他包含玉山 台信銀行 澳省銀行 第一銀行 台灣氣銀 渣打 永豐 中國信託 都可以分到30期的零利率 所以說相當於一天42塊錢 一杯咖啡的錢 那 你看這一張圖片 其實我不需要再 我把它 我把它刪掉 讓你再看一次 因為我上面已經有放一張一樣的圖片了 所以其實我不用再把它 插入一次 我只要按這邊 點擊 然後選Copy 本頁面 它就會自動複製一個元件 一模一樣的 我再把它拉下來 放到剛剛的地方就可以了 放到剛剛的地方就可以 這邊 其實我這個位置本來是要放什麼圖片 你知道嗎 我本來是要放那個 分期付款按鈕 然後點擊就可以連到 這個 分期付款頁面 你看我本來是賣五萬兩千塊 網路行銷欄人包課程加預購 影片行銷欄人包課程 本來是銷售五萬兩千塊 那在 10月20號的時候 你如果有看到這段影片的人 你現在不要購買 你在10月20號到25號之間 這五天的時間去購買 你就可以買到優惠價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38千塊優惠價 好 然後 這是後台 然後這邊也是 這邊 有兩種 有三種付款方式 第一種就是 PayPal 第一種就是 海外刷卡 PayPal 那 現在也不提供開放 所以 這邊寫 這邊可以在 Copy 本頁面 本來這邊都放一個 付款按鈕的 然後 因為 我現在不要大家買 叫大家不要現在買 因為我的發售日期是在10月20號的特價 只有開放五天 所以 我就 再複製一次這張圖片 這邊也是 再複製一張圖片 Copy 然後本頁面 然後放到底下來 就是要提醒那個 LINE AT的粉絲 你如果 有看到這段影片 你就會知道 發售日期是在20號 連續五天 特惠日期 特惠假日期 那你就等特惠日期 再來購買就好了 不然的話 你是會買到五萬兩千塊的 那當然如果你不知道這個影片 沒看到這個影片的人 你買到可能就比較貴了 所以 所以你就 有follow 有follow我的訊息的人 你就可以拿到比較低的價格 這是優惠 因為你們 有在 追蹤我的訊息 好 那這樣子 設定完畢之後 我就按發布 發布完之後 我們再點一下這個首頁去看一下 這邊點網路 懶人包系列課程 然後這邊有個詳細內容 這個詳細內容 看完介紹了 如果你還要再看其他的教學影片 當然更好啦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這個影片 那我希望你把全部的教學影片都看完 你比較知道 你到底買到了多有價值的東西 那為什麼要弄那麼便宜的價格去銷售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那這邊還有60段免費影片教學 還有一週專金300萬的教學 那底下這邊呢 又有一段教學 這段教學就是在講 一週專金300萬這本書的內容 主要是在講什麼 然後這邊也有教學 所以 你把這些教學都看完 你就可以省下不少錢 不敢說好幾萬 但是至少你可以省下不少錢 然後 你如果學會 像我剛剛製作這個銷售頁的話 以後 你自己就可以製作這樣子的網站 然後銷售你自己的資訊產品 譬如說你可以錄影片教學 或是寫電子書去販售 這個在這個網站都可以做到 都可以做到 只要照我這樣做 因為我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你們看到我的課程 你們購買我的課程 你們看到的跟學到的 就是跟我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我也是用這個平台 我並不是教你這個 然後我又用另外一個去做 我是教你這個 而且我自己就是做這個 自己就是用這個來做 我不是賣你賣你賣你賓士車 然後自己開喜美 不是這樣子 好 那 以上呢 就是這個Webly的網站 他的後台銷售業的製作方式 這是簡單的一個 簡單很簡單很簡單的一個教學 那我裡面呢 有 裡面呢 給給你看一下好了 在這個懶人包系列課程裡面呢 我先點擊一下 後台 當然這個後台是會員才能夠登錄的 然後這邊有個會員才能夠登錄 那裡面呢就有教你很多 像這個 架站軟體的方式怎麼架設 裡面就有好幾十段的影片 就教你一步一步去做 你只要照這個一步一步學完 然後 還提供那個後台 提供那個 群組 LINE的群組讓你去提問 你可以針對每一個影片 不太懂的 你就可以去提問 這邊有好幾十段的影片 那影片其實都不長 像這個五分鐘 或者是十幾分鐘 就希望你把它看完 邊看邊做 那看完之後呢 你就 就學會了 沒有太大的壓力 就可以學會了 然後剛剛還有 像這個 LINE的課程好了 看一下LINE的課程 LINE的課程也是 就是了解LINE的 種類案申請方法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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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 那主要就是詳細讓你知道 一些設定方式 那重點當然不是只有操作方式 因為操作方式 你在官方也可以看到 他們的一些說明書 那重點是說 有一些技巧 比如說認證帳號怎麼申請 那些技巧 然後怎麼去活用 怎麼去增加粉絲 裡面有很多細項 怎麼去發大圖 像你看到UNIQLO或LATIV 他們都可以發很大張的圖片 怎麼做的 這邊都有做教學 總共七大課程 藍藍包七大課程 然後這次的 這次呢 就是還多了影片行銷的課程 所以如果你有注意的話 影片行銷其實會教你 影片剪輯和 影片製作和剪輯的技巧 然後影片上傳平台介紹 包含YouTube的影音平台操作 行銷方式 還有Vimeo的 怎麼去操作 還有怎麼加密 怎麼索碼 怎麼樣不讓客戶看到 一定要登入會員才能夠看到 要配合Webli一起做 就可以達到 然後PowerPoint的影片 也可以做動畫 然後手機錄影要怎麼操作 或者是你要單眼相機 怎麼去錄製精緻的影片 好 那你只要 網路行銷再加上影片行銷 把它搭配在一塊的話 你就可以做出跟我一模一樣的網站 因為我就是這樣子做的 我就這樣做的 好 這是今天的教學 明天呢 我們還會再教其他教學 再拭目以待喔